可以看到警方互报有人暗夜乱放炮 那么赶到现场 不过涉嫌放炮的人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那么只留下了满地鞭炮碎屑 此外还有整个没放完放到一半的 最后警方还得充当清洁人员 帮忙清理满地的鞭炮残屑 那么看看整条路上都是鞭炮的碎屑 看得出来量真的不少 也可以推想当三更半夜大家睡得正熟时 突然在街道上响起鞭炮爆炸声 恐怕会把人给一觉突然给吓醒 那么凌晨中和这处街道 突然数十名扼煞闯进 那么除了释放大量的鞭炮长达数十分钟 还有人持球棒敲打路面示威 同时染着要某某人出来 惊醒了住户那么当住户一下楼呢 但是放鞭炮的人眼看苗头不对早就先闪了 目前警方已经是掉月附近的监视器 要把人给找到好好问个清楚